就是坑滿谷的人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興奮 你知道去年的時候我跟Banaya 我的好朋友 去參加了 就是在Live House 這邊辦的人權之夜 那天只有十幾個人 但是卻是我 感受最深的一個夜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跟 Banaya或者是一些志朋道合的朋友 一起在 華山開一次人權之夜的音樂會 我覺得音樂 應該要在這種情況下聽 應該不錯 然後我接下來要唱的是 我的新專輯的歌 然後這張專輯其實 不是為了市場做的 雖然我曾經在年輕的時候 曾經有 帶著無比的熱情跟理想 想要那個在市場 因為佔有一席之地 所以說出一些跟那個 平常的歌手在商業表演的時候 會說的一些話 但後來想想沒有商業表演 還是可以一直講 其實也不缺那個舞台 對那你看我 十年後還是一直講到現在 還不錯 然後 那所以這張專輯其實 寫的東西每一首歌詞 其實都是 我在我朋友 然後在我那麼愛的人 這個社會裡面看到的一些事情 然後我想要在今天唱 裡面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一首歌 然後也跟你們分享 然後 身為一個歌手 我常常要面對唱歌 那首歌有沒有紅 那首歌有沒有人懂 的這個狀況 可是我想要說 其實大部分的歌手啊 寫一首歌 只是為了想要溫暖 另外一個跟自己很像的人 或者是溫暖一個跟自己完全不一樣 卻可以因為同一首歌 所以兩顆心 都能夠找到新的希望 我在我所有的朋友啊 清風把在身上看到的是同樣一件事情 所以任何一首歌 不管你覺得美或不美 了解或不了解 只要有一個字 一句話能夠觸動你的心 請你拿這首歌感動你 然後再去溫暖下一歌 好 今天要唱這首新歌叫做如何